早安 Stephen 早安 早安阿華早安 今晚大家應該睡得不好 無論是歐洲股市、美國股市 好像陰謀又回來了 有兩個陰謀,一個是意大利政局不穩 昨日報道有提到最快是秋天有大選 但現在又有新消息 議員考慮到現在政局不穩定 帶來經濟損失 考慮最早會7月29日或8月5日舉行大選 市場暫時估計五星運動黨和北方聯盟 這兩個黨希望議會當中獲得更大的席位 這兩個黨希望意大利退出歐元區 是反派來的 我想大家都是延續較早前 英國脫歐甚至乎好幾個國家 其實都是主張保護主義 不要搞那麼多接濟的貧民 脫歐的陣營上台 應該會帶來市場更多的不穩定性 所以現在意大利雖然完成了大選 但是組不到內閣又再選 那個情緒都非常之惡化當中 見到好幾個指標 包括當你去看意大利的股市方面 大家都會見到報道上說 它跌了相當之多 同時間其實以金融股最首當其衝 因為其實大家都會明白 當那些債務危機 跟意大利相關可能會因為政局不穩 而令到個別遺約事件出現的時候 然後又火燒連環旋 意大利出現問題 可能持有法國、德國 現在市場統計 德銀、德意志本身的價格都不好 我記得農曆新年才說完它 它現在又持有最多意大利的債斷 所以這些都會造成很多大家的關注 這個亦都成為了今年會不會是一個黑天狼 之前英國脫兜 繁圓一輪又一輪 很快可以彈回和好沒事 但是現在關乎債血問題 真是火燒連環旋 見到隔眼方面意大利 十年期國債收益率升了48.1個基點 兩年期仍然升了186.3個基點 甚至說到德國和意大利的息差 已經確闊到超過300個基點 大家真的要密切關注意大利的局勢發展 遠到意大利近又要談到中美貿易戰了 中美貿易戰我們昨天明明還在說 現在好像大家都談判了 沒甚麼事 但誰知道隔眼方面 白宮又發布了一些聲明 說到針對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 會在6月30日之前宣布 投資限制和出口管制的措施 6月15日會公佈被徵收25%關稅的 500億美元中國產品的最終名單 是的 較早之前 其實這又不是甚麼新聞 不過大家都還記得 早就說了 以為談判數這些東西不會出來的 完全沒有 我只可以這樣說 好像中興鬆綁 好像又這樣那樣 但其實我沒有相信 因此整件事是以後不提的 但昨天甚至是說 中國想著增加在美國那邊進口煤炭 來縮小貿易易差 中國不停釋放善意 中國是要這樣 因為 初初好像坐在那裡都傻 對 他繼續有他的面子 中國繼續讓步 雖則之前沒有確認 要承認到甚麼數 但在不同的貨品範疇上 其實中國都有提出增加 不過這樣看 即是說 接下來6月都多事端 包括 聯儲局 聯儲局有意識 即是國際Global的東西 聯儲局意識 這份表最終名單 跟著又6月12日 有美國北韓方面的會面 再不說6月1日 A股入魔 這些是股票市場的事 所以都頗多事要關注 今天恆生指數期結 所以又波幅 現在9點25分 低開375點 30109 比外圍黑旗更差 現在暫時來看 隔夜ADR方面 700要跌穿四塊 現在400元2毫 真是認真嚴峻 現在是恆指的圖表 恆指圖表方面 已經升穿三萬一以為企好 之後就連跌了這麼多人 再次都失手了任何一條平均線 現在再向下的話 又是要試回大概去299 這些變位 299也好 或者2月4月齊頭 295個低位也好 我想要試低一點的可能性是高的 最主要是中美貿易戰方面 雖然未完結 但恐慌情緒稍為緩和 但意大利呢 如果你看到意大利的CDS 所謂的爆煲指數 急升到根本好像直線一樣 邦邀也是 而歐元方面隔夜又做了近期低位 因為意大利方面拖累到 更加不要說昨天 其實不僅止說意大利 說到土耳其、阿根廷 其實全部的 currency 都是直插 完全是沒有水花那隻的 所以你都要稍為穩定一點 都才可以令到港股方面有多少提振 再慘一點的一句 就是昨天美市 A股方面的藥品股份 踩多腳 搞到過往你說炒股不炒市 現在股都不能炒 股究竟還可以炒些甚麼呢 提到A股 都要報上A股 上升指數 開始了 他們那邊就失了3100 現在就在做3081 跌了39點 跌了1.2%左右 我們這邊也跌了1.2% 跌了375點 做30109點 看看整個壓榜有沒有僥倖 還有得升的呢 一定有的 一定是IPO 是的 新上市 創貨的創貨 不過這些很快又跌下去 主要的都是要跌的 創科那隻是跌的 陽光100 中國那隻不知甚麼差事才升 即是不用跌 其他那些 又不覺得4-5個百分點 因為藥未浮面 今天藥和教育 應該也是被人 因為始終大家賺得多 斬得 缺絕 現在這樣的時候 大家都怕會否有失一次 三晚都會快點離開 去過廣告先 不如準時開市 和大家看藥和教育股 回來節目時間 準時開市 和大家講完早晨 是的 就要開始了 剛才跌1.2% 現在微微縮少少 不過都不見到有甚麼股 可以帶動上來 不過我想慶幸一點 就是今次外圍跌 騰訊不能再跌得太深 如果騰訊再跌得太深的時候 我們這邊應該不止跌300多 400點 應該真的要跌到500 現在暫時和科技未必相關 可能金融方面 就多少少影響都未定 有幫 現在跌1.4% 70.2% 至於匯控方面 都算數數 都跌1% 75齊頭 之前都中77 78 渣打2888 跌1% 76.8% 這類都是會受累 其實那些所謂 會不會憂慮債務情況 2888 渣打留意 4月份的低位穿了 同樣地 就是5號仔 會控的時候 他就沒有穿4月那麼差 但是應該不久的將來 穿5月錯低位 現在穿了出業職的低位 就是大概74.9.5% 之後真的在4月4日就見了 嗯 那時候是72.4% 是啊 暫時偏弱一點 我順便數數我的愛股 白雲山現在874 跌3.5% 就是象徵式 因為其實真的不是很關於她的事 但是如果我們所說 看多一天 看多一天 看看她的十天線 能否修復 今天都是禁陰 如果真是禁陰的話 短炒的朋友 我繼續看 35.6 35.6 始終過去這十天八天 曾經震過 你想想 那支這麼大的羊竹 你又不可以完全當漏 那支羊竹底下 其實都容許過35.6 這種震覆的話 我又如果不穿35.6 我不會亂走 因為始終我都是相信 基本因素不關她的事 不過都是有個套利壓力 因為始終 都不要說大基金賺很多 或者大媽賺很多 我們都賺很多 看《財經台》都賺不少 27元一直買到上來 37元還想怎樣 那情況就 看著35.6的位置 還有一隻大家關心 就是218.6 有朋友想問 218.6 用不需要止洩 如果大家的資金都流出 因為這一隻跌得更加厲害 10天20天線已經支持不了 現在已經要去到50天線 都不知道是否支持到 跌了3.2% 到8.41 沒錯 股份方面 來到這些位置 8.61都暫時失 當然我會和大家說 看著收市的時候 例如起碼看半週 甚至乎看了全日 8.61的位置 究竟是否失 8.61如果失的話 我畫圖表給大家聽 之前就當它 叫做雙底頸線 8.61的位置支持 否則如果要不行的話 就8.09 就是較早之前的低位 這個位置更加應該搜 因為這個位置同時 都是之前頂位的阻力 變成支持位 所以真正如果失 8.61 未買就不要買 未加就不要加 有貨的話 你有心理準備下8.09 至於如果下8.09 才找到支持 中間你是減還是keep 這個就個人信心問題 你問我的話 我會建議 只是很重很重倉的朋友才減 因為始終 都是那句 8.09是向下方找支持 但沒有人說一定到 因為見到上陣跌幅 又再次擴大 甚至跌得多過我們 已經跌了1.7% 跌54點 3.0616 我想大家 這些相關的 剛才所說的國際金融 甚至也要看內地相關的內銀 內房 今天真的要看得更謹慎 繼續說到若股 因為youtube也有很多朋友 繼續關心 還有1177 又是那些馬寶 還有1093 1177方面跌2.7% 還有18.68 要不需要止蝕 你覺得呢 一人說一隻 我又覺得不需要特別止蝕 我同意 因為很多人都在等候 二中一系 我想在6月4之前 大家都是在等候這件事 看看你想不想要紅股 我覺得可以再等一等 是啊 情況就是 我也是要強調多一句 等就不是盲目等 沒有人說大陰足跌10% 都照等 反正不是送給你的 都要除靜 情況就是 都是堅持股本身是好的話 就不怕等 相信基本印象 就走得好 亦都這樣說 過去這段路 就以上個星期為例 18.28 那些位置都曾經低見過 那現在18.66 我覺得 不需要太過緊張 20天線這些位置 不排除 都可以頂到 還有一隻媽保子1093 1093 石藥方面 今日除靜 順便再壓多一點 跌肌爆分之3.2 現在做23.8 爆上來的兩棍 完全吃光了 是啊 業績是星期五、星期六 五、星期一 這樣升兩棍 現在下去稍微 塞一塞就十天線的位置 但情況呢 又是了 突破之前曾經見過23.8 現在就當成了業績後兩天的升幅 23.8 不排除 其實都有支持 都是那句 因為始終A股方面的氣氛 和take profit的壓力 影響到情況 是不是真的要很害怕呢 我覺得 不是要你一面倒全部都keep 但是不用恐慌 逐個逐個理性 去了解究竟哪一隻應該貼 哪一隻應該不貼 譬如剛才那樣 這麼多人喜歡的那兩隻 那三隻 其實就已經幫大家解釋了 同時地 我也想和大家看一看 儘管看看 究竟A股今天 那些片仔網 那些還有沒有繼續跌停板 還是可以彈 現在都是跌5% 昨天跌停板的片仔網 600436 上海上市 繼續跌5% 由昨天如果計算高位 一度 見過最高時侯131.9 不見了20元 現在他們都是在玩20天線 暫時 不過你看到的 今天最低位是見過106.18 暫時跌幅收窄 如果106.8應該跌9左右 但現在收窄一下 105就會跌停 沒錯 所以大家儘管看看 如果A股方面 那些藥品股每天跌停板 你肯定會吃焦 H股方面一定會跌 但如果它開始不跌停板 這個是成功的一半 如果稍微收窄一點 我們可以過別股份去看 讓我報多一句 白雲山剛才最低見過35.8 現在到升5.5 1.5 百分點去到37.1 所以我堅持不要亂來 我剛剛數了15400 這樣計算 其實15400 雖然說昨天下午開始 大家約股跌得多 其實它又是離開這些環 它是28多元 昨天來說它不死得多 是的 所以大家要看著A股 還有沒有什麼搞作 其實不關各別公司的基本因素事 也不需要過於擔心 而馬上要先離開 我覺得看定一點 因為始終基本因素 你知道自己在買什麼 除非你真的不知道自己在買什麼 我經常都說 如果你是在買四環 你不知道自己在買什麼 那你就不要搞 那你優質到好像1093 那如果你現在被人騙貨 就搞笑一點 情況就是 都是那句 我不是說走傷都被人騙 如果是穿位 走 那是要理智的 到時又要看緊些位 那最後一提 看到成交流榜當中 很多都跌近1%左右 兩隻跌2%多一點 瑞昇順宇 是不是又是貿易戰相關 所以跌得比較多呢 可以看到 今天這隻順宇 其實都暫時跌2% 兩隻跌2.6% 是的 都叫做一顆升 來到155.6% 就是破頂不捨 而繼續有顆升 現在的情況就是 似乎走勢方面 就不是說有個大逆轉 譬如你看回2018 瑞昇 116.3% 其實都距離早前的110位置 還有6元左右 最近都站穩了 你看見10天線20天線 一路已經是橫行的 橫行的情況 就起碼我相信股價是震住了 所以另外你再看 2382方面 其實現在就2.6%跌幅 但是你想想 它10天線都未曾失 那你又不要太過看淡 還有呢 有一樣東西要提回的 就是我都是要堅持 我是從來都很客觀的 如果是它好回來 我一定不會 不會暢淡它 它呢 你有沒有發作 你的線呢 由多頭 變10天20天 穿50天 現在變回10天20天 上穿50天 它其實嚴格來說 它快要做回多頭排列 應該這麼說 其實它是多頭排列 所以呢 它可以這麼說 其實它都挺脫險的 起碼好過2028 整個手勢來看 2028已經是空頭著了 沒錯 好 再要轉個版塊 因為YouTube有朋友想問 有搞作的2007 值不值得繼續拿著它呢 因為2007旗下 有什麼搞作 物業管理 又刷了 是的 又刷了 叫做碧桂園服務 會上主板 每8.7股 就排一股 這樣可能要8.7 神經病 那我怎樣 沒有最少公佩數的 你買8萬7股 是不是 是的 它的最少公佩數 是不是8萬7千股 沒有8千7百股 神經病 神經病 十幾二十萬 才為了你那一股 不是 8萬7千 一萬股 如果你買8萬7千股 是否這麼正 那我不如炒英子股算數 這方面它主板上市 它應該是介紹形式上市 預期6月19日開始掛牌 一千股為單 會不會這個因素 不過之前有沒有人知道 會不會就是炒起了 269那些東西 因為 他們究竟怎樣 譬如過去這幾天 我們都說 一路有些新的IPO 即是教育的上市 一路不斷撐過教育板 好了 昨天沒有了 那些東西就倒閉了 即是上了最後一隻 那現在可能會不會有這樣的憧憬 有隻碧桂園服務呢 那撐住 那現在那兩隻是什麼 3319 現在都不是升特別多 6個先 是聶市 13.44 早前昨天曾經破頂位 2007 沒有需要看 2669 中海物業在跌1.3% 暫時有些三頂價 2869 即是六成服務 今次是成功破頂位 但也正在回兩天 我想這些不算特別 都在買這些 就是要管理 大家都應該是拿著2007相聞 2007都快破了環行區的底部 快來還快來 破了還破了 沒有快來破了 快來破 15.34 因為環行區的底部 就是做了15.3 即是這些margin的邊緣 我只可以說 都是那句 反正你沒有87,000股 其實它送給你都是製造麻煩 因為你也是要碎股熱線幫到你 情況就是我不會盲目地等這件事 除非它正正牢牢 所以都是只能夠很理性地報分價給你聽 就是在過去這兩三個月裡頭 最低大台15.63是一個參考 如果要看2月份 雙底頸線的話 都是15.28 簡單說 最遲最遲最遲 15.28的位置 就不能夠為了8.7 股送一股的服務 就不斷死駕爛爭 今天最低見過15.26 所以真的要看出2007 看看是否真的要走 沒錯 又讓我插多兩句句 反正節目尾聲 恆生指數跌少了 剛才低見30 總之跌過400 都試過 現在30189 只是跌295點 就已更新幾隻 六頁 你說穿861 不行 剛才841 都見過 但現在864 跌5個才隨時倒升 八雲山 已經倒升了 八雲山 在升2.3 你想想 如果斬了 多麼無謂 我只可以這樣說 都是那句 如果穿位就斬 如果不穿位 就理性去看基本因素 其餘那些都沒有特別出問題 數回教育 過去比較關注6068 現在6.56 都是跌1.2% 很長的下影線托上來 又看看 中午的時候 我們看這堆股份 會不會回頭 1317年度升 已經升1.6% 真的乖 2001沒有起跌 明天排息 是839 839 跌2千 14.08 還有一隻 我想看一些妖妖的 澳洲城鋒 半身 搓得比較厲害 1752 跌2.6 還有昨日的1598 21世紀 跌1千 1.7 記得這隻股份 1.6毫半是支持 好了 這一節又說得差不多 紅資現在跌324點 做30158點 我們11.9 就開始聽大家的電話